第二百三十四回,奇景麗春秋,卓卓花之名此艷, 極光咸海樂,沉沉丹井酷生寒,話說眾人見了極光方共青旗, 那六個形的大小極光,縮地變成圓形, 好似百魚鱗大小華日,朗照搖空,內中一輪, 四邊忽射出無數長短大小不等的芒果, 精光漫道,越發強烈,緊跟著近側珠鱗也受了反應, 分分學樣,仿眼之間,滿天大熱小極光傳授波及, 各射出長短精芒,一時下光電射,銀與流星, 比起先前所見還要強百倍,端的乾均僅有之奇,神妙無窮, 不可思議,缺非常人所能完喘,一回,極光又由分而合, 漸漸往一處移動,兩輪芒各紙少一雙疾, 立此有極大力量給人,聯成一片,越聚越多,光也不再有規則, 等全聯想以後,忽似春雲書卷,剪了兩展,電一般略微濟動, 宿地伸長,又恢復了初現時的景象,變化神速異常,眾人多時為目發眼, 連今時不已靜,乃故三個目力最強的,驅尾看出他事如何復原。 方想主人說今日極光現時最斷,事已指證,怎麼橫無退意,以聽海上突波飛行之聲, 似有人來,正角低頭向陷空島海面查看,萬角眼前一哄,那萬千里長, 橫緊北天的流蘇光幕已不見,同時身上冷以為之一笑, 這時不極正是昼夜掌明的季節,的光臉後,依舊邪陽照臨,花明葉味,水泰山容, 秀潤如活,再看海上突波之人,乃是靈威首含笑走來,以正亡律眾人起立營了上去, 借了賭主前誠意,靈威首笑道,北極風寒,無甚佳咬, 只有夜果海蜜,不成敬意,何必然借, 諸偉道友道法高深,會心不軟,賭宮陣塗色彩想以動藥觀火, 今逢賭主之命,來人諸偉道友去枉丹室道藥,請即起行何語? 以靜道,我等沒學後盡,本來愚昧無知,莫測高深, 行蒙道主老前輩念其遠來不易,珠般救益,啟迪如農, 由成道友引導指點,雖然管規符策,略識一班, 中恐法力淺薄,難勝重任,無如賭主大命,何敢不遵, 指好揚託到主腹策,道友雅外,免為其難了, 令威守道,家師願以諸偉道友便能聲淫, 不過想試驗一番,此有此舉,否則,令玉高雖然所性無多, 逐斷卻是盡有,早相證了,不過諸偉道友無要記準, 前半陣途迷伏,諸偉道友大約以知其中微妙,此難實意,無關重要, 島市中下層比較容易的兩廚,卻要多請留意你, 以靜等謝了指教,令威守道, 新近島主在海面上設下與元永界相同的禁制,並爭立約, 無論何人來見,必須先由元永界和這裏海面安然飛越,方此相見, 如有甚是腰弱,便須通行元了迷宮移鎮,由丹井中曾穿行,去往雙華殿中二次相見,方可英雲, 乃兒鎮共有周天三百六十五個門戶,多高法力也難走遠, 稍一疏忽,便被陷入基壇以內,兩兒之火一齊來攻,缺難感受, 這本事到宮中第一難關,也是諸偉道有機緣臭巧,此鎮以以往別處, 指基壇為全鎮中書,內有好聲發氣,因那鎮身而,不曾避妥,還未而去, 雖恩陣以他疑,難再發生妙容,仍能看見一點端藝,諸偉道有一道就知道了, 雖恩陣以不早,請迎和前一樣,零波而道,面有阻礙,又現時後,老紐前面領路了,說吧,當先往海面上踏波亂流而道, 眾人緊隨在後,各自運用員工,在水波上淋虛飛逝,海面本來不遠,斬眼到達陷空島, 金、石等百人軍事初至,上島一看,那島作圓形,四邊海岸只有利許來歡, 過去便是色彩對岸遙望的那一圈養餘形的大圓島壁,因是海底萬年寒的足城,遠看已極輝煌, 這一近看,那島壁高約十像,通體寒光閃閃,耀木生輝,光鑑無法,倒岸盡是五色珊瑚靈沙, 親得景象月發富麗洪偉,草木卻不見一斤,先前易靜,乃孤入見道主, 懸由左行不遠,又一圓門之中走進,這次靈威手引了要逼而左,一路然小,要行兩三里路,忽然停住, 賭必通體混成,不見奉益,指眾人亭處,迫上現有不少金釘,看虛生珠上去, 及自靈威手用手分別推看,全能移動,眾人者時方才看出,那金釘含有不少妙用,方在留心著時, 只見靈威手把金釘而動了七八個,便即停手,迫中隨起了金鐵交明之性, 跟著精光明滅,那倒迫似走馬燈一般,忽左忽右,兩面急轉如飛, 筆多時立處對面燃出一個空洞,筆住邊幻,一匹隻人,急轉有二三十下,眼前一花,倒迫正止, 逼上金釘不見,燃出一個大圓門,若有七八象大小, 除了靈威手入門一看,乃圓碧外觀堅厚,實則紙有赤薄, 但時共有九層,每層鑑隔約有五隻,分別偶納,門內並不相連, 李英琴見了奇怪,使用手承空略推,此甚脆薄,心中奇怪, 笑問易靜,色彩獅子所進的門也或這裏一樣摩,易靜搖了搖頭, 英琴方角敏得無失,忽然身則似有微風飄過,如在以前, 英琴沒有看出人影,必當是風,近來年經大震,功力又伏精進, 知到有人隱身自則越過,因身是客,主人有無敵意,色彩無失法文已後悔, 料是宮中途中隱身經過,也許奉命來此窺時,多然有失,也未說破, 哪人也可謹慎,願鐵門邊隱身非人, 恰直煙瓶上我那門壁,故意退向門側,無心中恰口雙直,兩下你幾乎撞上, 所以各出微風勢然,由身則飛過,如人君恩格遠,不曾覺察, 乃姑,今禪與靈威手堅隨而行,已快將九層鐵門走完, 猛見靈威手臉色就變,難難默念,自言自語, 卻聽不出什麼言語,好似想什麼心事神器,將門過完以後, 令威手立即回身行法,將門引去,全壁依舊雲聖如一,強笑對中道, 諸偉道友,成功之後,自有人引往雙華宮大殿與賭主相見, 歸路要緊得多,無須由此出入了,眾人見他雪時,面上神色不定,方在不解, 令威手忽悠悠悠哲喊ゆ淑道,佬曬忽然stony won't begin, 必換 приход缺乏心想起一事,忘了去在此所望, 念欲情諸偉道友在此少後,不亂走凍,佬曬小居即回如可, 眾人聽几句話及聲甚低,以神經王, budget of Fach, укytt by 叫呢,祝悠 預兼實 endless通早, 告誰 battle,必換 salmon,不停流或究插呃? 到日子館請便,我等在此宮後便了,令威手隨中頓光往前飛去, 那九層鐵門以內正對著一條向前低斜斜鄉下的長涌道。 語而靜,乃姑二人第一次入門所見別處宮殿臺借景物大不相同,恐有差詞,驅刀立定雙後,令威手去有客許功夫,方齒面帶幽急之容回轉,見了眾人,強笑到, 老鬧自不小心,有勞久後,這條勇路乃通往丹鄭的畢徑,途中已減少幾處阻力,故與宣前二位道友所行之路不同,後半所見卻是一樣, 諸偉道友形照預計行是便了,以正暗察其詞色,不似有什麼虛假, 諸偉道友形照,只不知他色彩之行,何時慌張,英勤也未想到,令威手此行與進門時所欲隱形至身則越過之人有關, 諸偉道友形照,並未在意,仍由令威手引勞,往勇道中走盡,那勇道友和賭筆一樣,驅是寒鐵所製,大小也差不多,路面微微往下傾斜,眾人光走過去,令威手道, 色彩諸偉道友,色彩諸偉道友因老衲有事言誤,到時不免稍遲,由此勇道通行,雖可免去前宮幾層阻礙,但盡頭處有一關口,也頗難破, 此關不在先前二位道友所見之力,必須老衲人盡,也事如此,現在為時將近,老衲拼擔兩分不時,索性把前面禁制停住, 宋諸偉道友直達單井上層入口的靈貴殿前去罷,以靜之道者摩一來,比起原路預計要少去好幾層難過的關口,忘即正了,令威手隨俠靈傑斜思惠,潮著前面說了幾句隱話, 以聽一片哼唱之聲由遠處傳來,全勇道逼上立發出銀雪也似的光華,閃動甚窒,同時上下兩壁一齊自行移動, 電也似急往前洗去,即和與劍飛行差不多少。 仿眼回顧來路入口,意看不見,才知這勇道警示活的,此時正往地面以下行進,正急使奸,令威手又到,此時賭主法力, 內有原詞真氣妙用,那盡頭處設有本島的吸星球,五甘之執到此傳被吸去, 我知我未非劍與必派不同,開虎以後,開獨場未真人先施大書,得有天府真決,所用之劍,有軍神物,不自被他吸去,但到底爭脫吃力,又是突如其來, 我以命倫值弟子將此求妙用指著,可以無阻,但事關口上禁法不曾存設, 緩耀諸諸諸諛諭諭諾,自行衝破,然而著盡頭,請諸諦諾eties各司處 cuk個身份。 最好不用五金之寶,有一位在前開路,諸位道有緊隨在後,看見前面有一輪銀光左路, 立即飛起,破光而出,外面便是單井上面陣途所在之地, 老衲不便隨往,至往襄華宮中宮後便了,以淨道,老先生如此盛情,其可以報,令威守道,此原家師以至如此,諸位道有必欲不忘面波, 老衲生子不肖,名換靈旗,不聽教訓,一意孤行,老衲又無下管教, 所行此子雖然乖僻,尚之自愛,香不如妖邪交往,為此織縣也多,諸位道有日後相遇, 稍未推外傲,變足感天得了,眾人自視謙謝穩諾, 錫生和兒鎮都視口快,正想告以色聚海旁看見,未及開口,令威守又似觸動心事,忽然說道,老衲不才, 事相未完,前面即使涌到出口,可自依然行事,說不遠送了,說罷,不自眾人答話, 身已離地,化作一道寒光,朝前飛去,一閃不見,神情比前環要充具, 眾人驅覺奇怪,方在談論,說了才十幾句話,猛瞥見遠遠一點銀光迎面飛來, 知道所說關口已到,因身被擁渡大同飛逝,好似人在熱州中順著急流而下,銀光看似對面迎來,實則仍在盡頭處懸著,並未曾動, 以正本心想用散光遠,但月老二寶,因恐偉旋主人發寶,亡靈金蟬取出玉虎當先,又令賴姑,英勤一用佛光,一用謀尼珠,互絕眾人身子, 自己,自己將散光遠取在手中,又令眾人一同準備太月神淚,以防萬一,所有五金之寶, 全數緊藏法寶囊內,一概不容,眾人動作完極迅速,剛剛準備停當,對面銀光已愈現愈大, 火眼飛近,金蟬手上玉虎眼口中的兩道藍光,一道紅光,已然遠射出百象以外,眾人也各自如言思惠,同時聯合飛起, 仙家自保,果然不同,眾人才一離地,那勇到便已停止飛移,銀光已停住,眾人身還未到, 那藍紅夜色三道精光,以似長紅殿射,直向銀光中衝了進去, 當時衝開一個大洞,眾人遙見內呂似一光光,看去若有十來將心,知以無礙,望把頓光一吹,在佛光補光環繞之下急飛過去,一仿飛出銀光以外,以靜, 乃乃乎一看永道外面果是首次賜入宮時,令威首奉命引往的島宮中心, 單井上層靈貴殿前設陣陀的所在,既得此處雙格道面以數百丈之多,來路勇到指示微微前傾,後一飛動,更是平衡, 既會下得此魔心,及至回顧那來路勇到,正非也似和吊橋一樣往上圓去, 銀光搖曳之中,此見零威首影子一閃,仿眼離地百余像,在看電的右旁上空百余像, 也有一團銀光圓著,與此東西相向,知那勇到身宿自如,高下猶心,連自己者等目力, 事前五應是宿地之法,均未看出,主人法力,可想而知,如非先有默許, 故意命到,令具心心,要賞心若丹失重地道此靈藥,更不知如何艱難呢? 事前已有成算,便不往別處去走洞,經直引了眾人往殿前陣頭正門走去, 金、石等百人初到,堅當地乃是一個又大又高的天井,雙甲上面出口, 小說也有三四百像,立處是在井當中的一片廣場,大約百某以上, 身後是一座白玉建成的大殿,四邊井壁,另有幾所欲失, 因下面單井在鎮圖中心,鎮不曾破,不知多深,前面鎮圖, 只在水晶一般的平地上面,或就兩儀,四像,九宮,八卦的原點, 炸汗井無異狀,因義正,乃姑驅說內中偶廟非常, 比起義仗上的何圖不同,要多生出好色變化,不敢冒失走盡, 各趙如計,先由義正律了恩義帝興四人去打頭陣,將陣勢引發,等到生出變化, 再由乃姑同鳥金蟬、石山、阿童、英瓊等五人, 愈發思維,把反河圖後天五行制住而後, 以靜等五人在賭換著村鎮而下,去到靈約, 不過這陣頭反應是在單井之下深處,中間環有一層左隔, 均須破去,而那單室有井底原池真氣吸住,變化無窮, 深沉隱然無定,神妙不可思議,差之毫利, 謀以千里,少一疏忽,便被遲光閉在室內,連人都走不脫, 所以事情必須仔細想好下手步驟, 絲毫不能疏忽,這還是主人臨時便計,改了入口,有得靈威守之助, 一直引了深入,否則由上面井口直下,連同宮中埋伏, 共有十三層禁制之多,如一層層破去, 便是法力多高,所知均能得手,也須二日以上,現在共止成了三層關口, 雖是極難之處,到底省事省力,並還可以斷定主人心思, 實是這次考驗,並非不如,陷身受害之事,已缺無有,比較放心得多了, 當下二正等五人各召徒宮門戶,方位逃向,由正門走入, 按照道素,繞行地上圓點,先往中央圓正公主委上立定,再指揮恩, 而等四人分向四方,等把五行方位一齊佔住, 用全星之法告知陣外五人,令同駕頓光飛起,對準當中井口, 隨定下方,等自己引動震勢,用法力言出當中主公上單井心穴而後, 立即穿井而下,如營各召預計行事,奶姑等五人依然飛身上去,往陣途中一看, 下面一色水晶地面,除了那四五呎大小的河圖形的紫黑二色圈點外, 並無動月,知道單井心穴在正公一元主委上,為陣途等所忍, 急切奸看不出來,便令同行四人留意,注視下面,不聞陣途變快如何, 單井心穴一現,立即穿井而下,一面各把飛劍法寶取出,準備應用, 以正姑娘一切軍照預計停當,立即施衛,先施法力,將五公正位制住, 再將陣法觸動,搜揚處,一聲雷震,那地面上河圖圈圈,立即變滅閃動,急轉如飛, 以正也不去理他,依然搜定原位,正待時機,正打算乘擊下手,那些圈點往來交織, 穿梭一般數十轉過去,忽然連閃兩閃,全都引去,同時發出一片五色煙霧, 將全陣籠袖,遙聽地底起了風雷之聲,知道下面陣途已然發動,生出反應。 這上層陣途,主人既先已洩機,以靖又是行家,上來先將五公正位書機要地制住, 只將陣勢略微引動,不去觸發他的妙容,所以顯不出此陣威力,下層陣途已全發動,便無如此容易, 適見陣中地面遠如水晶,與陣外地面有異,陣的大而小又與上面單井相同, 照此情形,不得一元主委中空,恐怕全陣地面都是空的, 少時等把彩煙破去,下面井月便許全行現出,最後去枉丹室道藥, 幻少一人,自己原能同下最好,無如上層看似容易,無甚阻礙, 但這一元正宮主委,乃全陣主要命脈,必須大法力之人方能制住, 乃乃乎法力虛高,但漢是稍易,經歷比較差,不甚放心,和他對換,仍不能多出一人, 而下層鎮法全帳上五人將五公正位制住, 才能減去他一半威力,怎麽也不能多出一人, 以正想了又想,還是仍照預計行事, 且看乃姑等五人到了下面, 能否像著各人的二寶先劍,衝開禁制下若丹室, 如若不能,再拼無其險,索性連賞臉五人一同下去, 好在眾人有幾件護身的法寶,抽在一起, 至多度若不成,七時再把主人陣途法寶委去一些, 那也時主人自願如此,不能見怪, 一憑十人,總可全身而出,缺不自有甚空險, 或是被困在此,不能剃身,心中沉思, 那採煙也在不住明滅變幻,下面雅井月卻不能現出, 以靜靜祝夫恩,二弟兄四人各運員工守住心神, 將法寶非劍護身,令空振滅,各人五方主委不可稍微移動, 也不可腳踏實地,冷色煙霧明滅變幻了一陣,忽然發出渺容, 化為青、黃、黑、紅、白的強烈光炎,按著五行生黑次序, 各朝雙黑的方位狂途一般勇到,以靜生命振發, 自不必說,南海相同本來法力不弱, 只有熱視帝輕功後稍差,但開虎時得有師門心法, 更甚精進,事前有得熱正詳細指點, 災三丁竹,一任來世多空,指手定員陣位, 家以防備,中不會動,那角色光炎,來世十分猛烈, 眼看就要壓到身上,忽然點光過眼一般,自行消滅, 當時形勢看去其險,百如像高的光炎四面夾弓, 無徒一般勇到,所成也指各人所守五公正位不足方丈之地, 照那順急之勢,連斬眼的功夫都沒有, 偏使到此即行消滅,不能侵害, 而靜之到此時只要用法寶非劍抵禦,或是心神搖動, 鎮制不住,各人所守陣地立被侵入,為其所成, 哪時全陣威力一齊發動,就有法寶非劍护身, 不自受害,便破此陣也非一定不能, 然而,一即險左橫生,二即爬曾陣途立生變化, 而向上層井月,當時便為原池真氣封閉, 就能勉強破陣,到若一曾更無望了, 二正因哄兩個侄子曼一看見五行精光當頂牙道, 年幼無知,膽小氣淚,亡了前屆, 吾以為所立真偉受了克制, 網絲抵禦,歪及全局,先還有點擔心, 及見先是東方月木所發清光潮因對飛去, 因對神之安定,未為所動, 跟著無討王光潮自己中攻飛來,自己更不會搖動, 王光消滅,黑光由潮因近南方陣位上勇去, 也和乃第一楊,二頂,二鎮,一西一東, 首的是更今,月木兩宮, 刻落在後,有了前三人的榜樣, 斷不會再無失行事,這才放心, 二次全聖及賴姑等五人, 時機張志,並告以陣中五行以逆行之勢, 自向各宮正偉宮來,中藏變化, 看似雙黑,實則雙生,燒掌營虛之中, 藏有無窮微妙,想陣是睇,下陣是用, 又為神奇,到了下面,無要仔細, 照此形勢,只恐自己必須在上層陣際, 不能分身,請乃姑一人主持,上機行事, 如人必須聽命進止,不得妄自行動, 或光說完,陣中五行反刻已全英過, 醉末白光一閃,光耀令生變化, 五色輕煙二次光耀無喜, 二正祖信雷不及掩耳,一聲號令, 彈指將一粒謀尼散光軟髮張出去, 一重星光立在中宮鎮位以內,自行爆裂, 光與星飛中,輕煙四下消散,腳底銀光突然, 一閃即滅,火眼上面卻出現一片銀色光芒, 將全陣籠罩在內,頭上單井出口,以為銀光封閉, 眾人驅在光芒以內,腳底警視全空, 現出下面單井,黑沉沉漢不見底, 二正等五人所鎮守的五宮鎮位上, 卻現出五團像許方圓梅花形的佛台, 令空浮立不動,初入鎮時, 所見地上圈點卻變作大小數十團斗大韓聲, 營岸河桃園形凌空偉烈,正芒殿射,遙眼生花, 寒光碧人,易靜,乃姑等須之陣營必要復原, 卻沒有了到變化得如此神奇。 法台一言,當時心中更出此陣露苗, 遙濟下層故稍容易,而此陣的威劣妙容也顯了出來, 心起色彩沒有無失破陣,免去了多少危害阻滯, 乃姑衰末而正年長經歷得多, 既也內行,如兩並立,無多輕輕, 初二成極黃丹井中猛衝下去, 及見井月隨緣圖形一同現出, 上面反倒七刻沉沉,知道上面不再觸動震發, 或是攻入下層震內, 決不會再有變化, 落得看準形勢,再行下去, 無須急隨便往中央法台之上飛落, 先令金蟬往下觀察,金蟬運用神木, 定徵往下注視,見井月月往下越小, 離上面二百丈左右,便見地面, 與靈威首所說丹失之類,也決不似下層震途所在, 略有精光反映,好似一片堅兵形成的空地, 不見一人一物,也不似有甚法術迷伏, 自從入宮以來,到處光明雪亮, 就說丹井太深,上有這麽強烈的光華照張下去, 地方又較上面小,不止於會越此刻暗, 以靜聽金蟬說了下面情景,陷喘, 這上下兩陣中間橫有一層左隔, 第一次靈威首引來觀察,各層埋伏禁制, 觀經長說他的妙用以及機密之處, 獨對這一層,只說不比尋常,可憑自身法力破去, 無須由所顧忌,於甚簡略,當時因他對於其餘十二層的關口 以及單失微妙之處,卻是語言為恐不長, 只差明然破法,為此一層,好似知道自己必能聲淫, 信口大過,自然不好以思心問,至來有形者意識,無形者難測, 金蟬神木尊能透視魂霧,動足心憂,當無看差之理, 暗殊常下相隔只以百丈,自己和乃故雖然目力不如金蟬, 也時發眼為目,竟會看不到底,指覺一片明黑, 單井四壁,多半空粒,如飛埋伏隱藏粒處,下時不見, 就許曾非尋常禁制,主人既有心試驗一行十人法力,偏由盡套機密, 為恐其不能成功,心意莫測,也許主要試驗的便是此處, 也自難說,初二上陣五公正位制住,等他變化過去,現出井月,便可直看到下層陣地, 中間左隔,必在四邊,或是凌空設置,至少下層陣地總可看出端藝, 不料會是如此景地,主人果著中在這一層,必較上下兩陣游為難制, 見乃姑形和金蟬和雲惟莫往下觀察,一問,也和自己一樣,用盡目力,一無所見,便把所想說了, 乃姑聞言,心意為言,見看不出甚端藝來,只得下去,因下面還有一關,乃姑與全戒心,為防萬一,還另一行五人相鞋同下,到了下面,不要散開,以靜不放心, 至上下層,眼看五人在乃姑,雅同兩道佛光環繞之中一同下降,起初佛光頗強,但不能觸照上下,以個奇怪,及至降到百丈以下, 指示兩圈金色長光在暗影中降落,一會指著,此以落向金蟬所設地面,光影雖形可見,但五人身子早已忍去,光以外面是暗沉沉的,彷彿罪入罪即濃密的監務之中, 及問四方主委上的恩,以四人所見如何,因四人公後目力驅差得多,更是三四十像以下看不見光影, 欠賭亭,以四人佛光,多心多遠皆能照見, 怎看去光環者摩藥,因,以四人景看不見,以淨方之友誼,正之友誼, 忽見兩道佛光分開,同時英勤的牟尼珠、金、石二人的玉虎、金牌,也相似出現光華,牟尼珠光最強, 但也不能觸照上下,只是十餘像一團長光,在下面遊動,如人寶光君差不多,五人七八道光華在暗影中往復遊行,分合無定,看虛似在沉迷下入第二層震途的門徑, 並未如沉緊了,心中守寬,原定乃菇到了下面,如有險了,便即全聲告警, 以靜久後無音,精欲聞信,忽聽雷聲,又見五人先後如有所遇,多視欲前又卻, 推得神方,推不幾步,又往側閃,橫出不遠,又直回來, 遠如鑽窗凍營走投無路之狀,心之不妙,亡即全聲問故,也無回答, 以聽五人發動太越神雷之聲,空洞全音,五人神雷多有功力,乃固有聲,不比犯常, 正月中空,聲音猛烈,聽去卻是悶那,好似有神東勢將雷聲緊緊壓住, 並不紅大,不似往日神雷一發,便食破天驚,山搖地動之勢,雷火光華,更是一絲也看不出, 跟著五人保光便靈落散了開來,隨英傾還在緩緩意行外,如人均未再動, 保光仍在,知道人雖無害,但必受制被困無疑,自己如離震慰,恐有聲出別的疏失,其勢不能寫此往緩, 再者五人均有自保防身,乃固法力又高,與己相等,這五人不比恩, 二四人,各有其聖人之處,如君失陷,自己下去也不一定有用,全聲不聽回應, 可知五人初下時便已受制,只在奮力掙扎,各將法寶,神類一齊思惠, 終無效果,只不知乃觀那麼精細機警的人,既然看出形勢不妙, 怎不先以全聲相告,自己發問,好大應有回答,相及者摩近,本來無須行發全聲君可聽到, 既無音響,如說聲音被人監發阻住,兩不相聞,神類之聲不過悶哪, 怎又聽見,已靜靜在幽急不解,猛然眼底雪涼,定睜往下一看, 下面井月已上下通明,不得乃固等五人歷歷如見,並還多出兩人, 醉一片水晶的空地上醉話,空月全音,也清晰可聞,七人立處不完, 正有馬千團如雲水的白影,雪狼山崩,往四邊退去, 仿眼無中,竟沒看出那是何物,知已無事,不禁驚喜交集,出於意外, 原來乃固等五人下降時,仙國越往下光景越陰,漸漸發光所照,不能及乎兩象意外, 身上也漸漸各寒冷,好似上人寒天進入冰窖一般, 如非先前直上吃了許多異果,陽氣衝旺,絕對支持不住, 乃固一想,不好,沿途行來,所欲酷之區不下三四萬里, 哪時未復靈果上者能耐,現又復了許多純陽之果, 竟會愈此冷發,這者月以內,必是北極冰雪其寒之氣所聚, 比起來路所經數萬里冰雪地酷寒之區,必還更冷千百倍, 不然,哪有如此冷發,因出意外,已在失蹤本來如此, 一心指防下面埋伏,全活想到寒氣厲害, 亡靈金、石、阿童、英勤四人各運員工發汗, 一同界避著,仍往下降,果然冷得好善, 只是元氣運行,不能稍閒,否則便冷得難耐, 眾人驅想,單井以內如此其冷, 最下層已近地廢,陰極陽生,總該暖色才是, 否則縱然收到人多冷也於身無害, 如彼此還冷,波發到弱,也就不覺要難得多了, 正沉思間,身子落在平地之上, 那地有此見兵所成,光景月發黑暗沉鳴, 佛光軒外,連地面都看不見, 元宮守亭運用,便角頭雲氣速, 雙方和四外,君次有大力壓來, 紫乃姑和今,石三人稍好,英勤, 雙方和四外,阿彤便一個比一個角穿難感, 喜初乃姑見正月之下黑得麗來, 便恐主人有心花樣,戒備也可嫌, 及見人已到地,隨其冷其刻外,並未見有別的依蕭。 幾次和今時吳運用神木發眼,仔細觀察,始終見不到一絲痕跡, 也未見有煙霧之類,月料事故有景象,下陣和丹室驅在足下。 先律四人草草巡行了一陣,各著兵面堅口異常,通體如此, 此而不肯毀旋,只想審到門經,上機下降,及至走了一陣, 到處試探,驅視實體,哪見兵和來路所經兵原相止, 值不知有多少象深厚,而堅固更遠過濟,門經豪未找到, 酷寒之氣又由腳底侵入,比起初夏來禮害得多, 員工運用更難停止,奶姑一見不好,因這一關並無迷伏禁制, 指示酷冷難甘,姑娘底下比較溫和,下降愈速愈好, 否則須以員工運用本身純陽之氣發汗, 也只保得身心不致受傷,頭臉手足,仍是難耐,無奈地面廣大, 黑隱異常,也許下口甚小,急切間不易觀察出來, 想了想,強忍其汗,告知眾人,令各將防身法寶取出, 勳章開來,四面尋找,金、石等人文言,猛想起色彩為防非見被原始真氣收攝, 江氏又未如甚埋伏阻愛,只顧運用員工如寒, 連防身法寶也未取用,這等其冷, 輕許這幾見先佛兩家自寶能如其冷, 也說不定,立即分別取出一事, 隨英勤謀尼諸稍好愛,如人仍是一樣冷髮, 並不比佛光強嬉,但由而靜而不而動, 眾人君不能盡識此諸妙用,如任英勤按照乃 至乎李寧所傳百味楚禪之法,只要坐上半個時辰, 此諸立生妙用,至少也可將那寒氣消去一半, 他因急於尋找出路,以為此保性強無多, 如若行動,便和眾人相訪,無所用之, 仍照預計分散開來,阿童更是好奇,分開時,是把佛光收去, 看看冷得如何,那支光愛喝寒,更勝百倍,光彩一切, 立各一種大得出其從未經受的其冷之氣, 由上下四外急湧上來,當時七竅皆閉, 通身疼痛如割,氣血君欲動盈, 這一驚真非小可,又恨佛門真傳,佛光收法軍極迅速, 方筆地重又放起,就者修法順悉之間, 雖然見機得快,未知受傷倒地,人與動得透骨, 心脈皆戰,再如稍遲,便無行理,才之行規佛光滬體, 說了不少寒氣,否則誰也不能感受, 眾人愈非那幾見智寶逢身,也萬無行理, 愈想愈膽寒,為恐今,石二人一時疏忽, 道了福前,想趕去警告,無如死女逃生,驚雲詐定, 元氣運行上屬勉強,怎能停止,並且口為寒氣所逼,也無法開張, 只得一面用詩全心法,一面隨定眾人,故且分頭找那出路, 乃故因全聲須用真力元氣,防寒要緊,又未見有禁制迷伏發動, 不欲逃亂人意,故此未向上面異證相告,及自律中尋找,當地已被踏遠, 迎走不出一點線索,寒氣卻更酷烈,正打不出主意, 雅同人佔伏完,由側面走來,兩人合好對面,想起色彩兩道佛光聯合, 冷要減舌,忘形上去合再憶起,強增著把前事說了,乃故聞言大驚, 暗喘喘,照此情形,這其寒之氣多半有人暗中運用, 對方所切關口阻礙,便是指此,令威首不肯明言, 並說一行十人法力可破,便將這全副地面委屈,也無甚話說, 這類窮音極寒之氣,用純陽雷火破他,想亦不難, 自己一味顧識主人情面,以客禮自居,總想善進善出,幾乎終了到疑,想到這類, 望追上眾人,告二角分四方散開,看自己手勢,隨同下手,等分別說完, 人已冷極,又運用員工,稍微喘息,然後居中飛起,發出太月神雷,朝地面上打去, 初二測不出兵面厚波,仍不欲全數位去,只想攻村一洞,以便下降,雷火威力不大, 及見雷火發出,與平日法雷情景大不相同,好似上下四外軍有極大阻力迫緊, 不往四外軍,雷聲不猛,火力也弱,一陣之後,地面上依然如故,全無雙損, 江下西漢雷極之處,只有一些兵民百恩,仿眼復原如初,情之難攻, 那寒氣學歷其勝,不可思議,雷火為其寒之氣所逼,威力消滅了多半, 冰面之口,即為雷火炸裂,寒氣一形,重又掌滿,非用全力不可,便即法令, 一同思惠,金、石等四人聽雷聲甚悶,火光不強,也甚驚奇, 各以全力思惠,乃姑發雷,自然更猛,滿意如此猛力的連珠太月神雷,便是整座山岳也被攻穿, 何況這等兵營之地,誰知這一來倒是奏了點效,只是冰面一波, 局勢也愈發不利,先是賴姑居裝發雷,雖然雷火之勢不如往日強烈, 因出全力,圓門太月純陽之火,威力中非尋常,霹裂連星,金光雷火猛激之下, 兵面宿被激烈開一個大洞,只是冰層太厚,尚未攻穿,四邊寒氣也被動開不少, 寒威慧為之大減,乃姑因四角尚金,石四人也和自己一樣,未將冰層穿透,心想,全冰層大約後薄相同, 分散為藥,不如召集到中心來,合宮一處,較為容易,方打算飛身過虛全之, 刻夕手中一雷髮下,只見陷列之處,得勇起數十張一團白影,看去似雲飛雲,似雪飛雪, 此實此虛,不知何物,方而冰層將要穿透,陽手又是一大團雷火發下, 猛撇見陷處火光忽滅,先發雷火警吃白影包末,便即消滅,後發雷火本事連續下擊, 那白影來世特質,正好形相,兩下一狀,又是白影包末,雷星火光一時都忍,心中大驚, 又看不出事甚法衝,跟著連發神類,驅是如此,白影依然朝勇而來,一途也阻止不住,世子須急,卻極散漫,好生驚而,至似佛光滅體,並未退避,幻想令用法寶去破, 略一停頓,猛各其寶寶,聖木兵說,冷不可當,知道無力抵擋,望往周面閃開,猛右角身後一股奇寒之氣集上身來,回頭一看,身後忽然出一個雪人也似的白影, 口中似在虛氣,其寒似骨,皮面如割,立時打了一個冷戰,又急又怒之下,也不聞是仁是怪,讓手一太月神淚打去,又往周面閃避, 剛擺佛寶取出,未及思維,眼看雷火到處,白人激山,又化成那似雲飛雲之物,萬地湧來,同時又是一個寒金,身後又有其寒之氣泊來, 只得回顧,這回身後又現出同樣一個雪白人影,便連神淚,發寶一齊飛出,那枝並無用處,雷火補光到處,白影一山, 仍有發寒,仍有發作那似雪飛雪之物湧來,一近身旁,便各酷寒侵骨,難於感受, 上行所發似雲飛雲之物,世子衰疾,隨頭一起蔓延嫁廣外,如這都只湧到十丈左右便即停住, 無奈,無奈此散比起,循環不適,老罪人身後左右出現, 急得乃菇咬牙強忍,運用員工,把全身法力法寶全世出來, 終無用處,金、石等四人所遇也是如此,一憑五人,徹者讓左閃右備,連發神淚, 絲展法寶,絲毫無奈他何,反倒愈現愈多,滿地都時, 寶光影淚,那百人通身上下雪也似白,更無一絲意識, 押錯地相,不言不動,指示寒氣越重,後來五人手足戒僵, 偉實難盡,眼看難以支持,乃菇分明聽到異靖全聲問故, 恰無餘力回復,正打算引頭率還先退上去,和而正商量,打點好了主意, 二次下來,石生機至,那百人遠如冰雪之質,還給玉白, 新娘君處十三四歲的幼童,猛想起先前送酒席來的兩個道同行時爭說, 所居在單井中鎮圖側面小屋之內,都此如有阻難,三夫寒光,懸肉,必有仍然等於, 下時幻想就變沉他二人,因未到達所居之處,又忙於尋找下降道路,無暇及此,現在遇到難關, 何不一事,心念一動,立即忍著其寒,如言高呼,寒光,懸肉,二位道有何在, 我們尋你來了,石生本是靈石精氣所中,之品特異,外表雖和眾人一樣, 多半手薑竹凍,面如寒冰,微一開口,冷氣便往裡倒貫,體內仍是充滿陽和之氣, 比英瓶全象珠光滑體,雖冷而不酷裂,指示手足能夠運用治愈,內體仍是寒冷,員工運用不能稍停, 環繞性強得多,心更靈巧,微換人事,先把太月神淚向外連發, 聖雀面前寒氣略微蕩開,再行開口,所以並不十分為難,連換兩聲,均無回應, 智道義同 �存在下面,雙格層兵,不用同仲人雷聲所亂,不容易聽見, 易欲告之眾人,暫停發雷,無如四外驅吃全雲飛雲之物所左, 那白人更在各人身後身則出之不矣,不用雷火, 白人口中虛氣更是酷寒,中人性如刀戰,激散而後, 又化作冷雲湧來,左右前後,奇報聲羅,皆是此物, 五人全吃隔斷,如要衝越過去,也非一定不能, 只是其冷難當,如要眾人會合,必須要連衝過好多處的雲隊, 稍微拉近,以各冷極,何況由內衝過,好似一個上人, 冬夜其寒,又十如撮雪堆中亭身穿過,實無此勇氣,大聲呼喊, 又聽不見,只得姑且混足丹田之力, 蝕在呼喚幾聲,如形無效,再打主意,那支奇嬰如響,第三次呼聲剛剛出口, 猛角面前冰地遠如波浪起伏,腳踏上去,奇遠如眠,心患不知而同要來,正想再哭,眼前縮地一亮, 全場上所有白人,忽此雪絲就火一般,自然登塔,一齊發作那此雪非雪之物, 退潮也似往四外散去,同時全井上下大放光明,寒威盡念,面前銀光連閃, 現出兩個白衣章,正是韓光,圓玉二人,石生自是喜極,乃姑等四人也甚驚喜出於意外,望醉過去,相見稱謝, 石生先借了兩同解惠之德,因見地面已然復原,四外寒雲尚未退盡,便問單井如何可下,此是什麽法力,冷得如此麗海, 而同笑對石生道,賭主想謝寵諸諭為的,便是這尋關口,此乃為北極萬載元冰寒雪精氣所碎, 經賭主用極大法力並且地利設成,此地名為戰門,歸我二人主持, 本來無論先犯,均難感受這酷寒之威,何況諸諭道有又不知始終底細, 誤法太越神淚,陰兒於揚,正反此奸大忌,於是韓威更烈,雷火越多,越覺冷了, 適逢到主法子,只要諸諭道有能在此停留一個時辰,不為寒氣所傷,便可開放門戶,聽憑下去, 不寒發放雷火,激發萬載元嬰,比前冷更百倍, 諸諭道有仍是無恙,即此以為堵住心旗,如非我二人幻想見識諸諭道有神通,便是道有不出聲上喚, 我二人也自出見諸,適在海邊之言,懸疑食道有一見如故, 這女其寒難當,恐到時道若不成,反為所傷,意欲略信思情,萬一諸諭道有稍覺難之事,可以略效棉波,相助出險, 萬想不到事者等情境,解與緩了法力稍差之人,幽說與萬載元嬰相辭,便初下來乃一段, 無須降到冰層之上,只離想陣百丈以下,氣血便要動盈,見機抽身,如若迅速, 不過中寒受傷,仍可復原,少不量力,勉強下降,一達冰層,上下四外驅是寒氣重壓,再想逃生飛上, 真是無望,尤其乃原音極寒之氣,無形無聲,甚是陰毒, 暗中襲來,難於覺察,只要有一絲侵入身上躍躍,當時骨髓皆冰,通身動硬, 只有兩件法寶和各位前輩先祥所連齡若能使回生,但事受傷人由死入生,也許受盡楚毒,方能活明, 聽說這兩件法寶君在貴派手內,我二人想望迎逼先輔一游,也為見識此寶之故,如此學行竟能感受, 雖然護身法寶神妙,諸偉道有法力高強,以可想見,怎不叫人佩服呢?此關已算過去,因法雷火大多, 原應正氣幾全發洩於此,須自他退盡,便可下枉單失度若了,下陣雖然原妙厲害,好在諸偉道有機密已得, 只懂擦著一人,我二人又不便代勞,都事不免稍難,否則,此時便可算, 願大公告成了,今禪便問,道有所說而保,可時萬年溫慾與九天圓陽赤, 而同答說,正是此寶,今禪說,九天圓陽赤,我們須可隨時借用,乃靈真人所有, 那快萬年溫慾,開府之後便落在英勤師妹手裡,何不也取出一看, 英勤笑說,想教師專賜我此獄之後,當時便被獄稱大師背人向我借去, 並說妖師谷神至今仍未忘情此寶,留在我手,此時在愛行道, 補光外影,以啟寄如,諸多可慮,不如這他應用,暫待保存,我如要用,到時自會送來,等幻波池建立,入居三年以後,再行交幻,正是一舉兩變, 我知他為人謹慎,我知他為人謹慎,對我同門有極盡心力相助,此舉必先得了師長默許, 恢徑,不言不堪開口,便接著與了他,事後告知靈魂師子,也說應嘅,師傅不會見怪, 所以不能帶來,兒童先聽溫慾帶來,面想頓然驚而知識,及聽應勤之言,方此臉識復原, 袁玉笑道:「我袁說呢,如有此寶,別為難說, 這位你道友也不至同樣覺冷,為袁應蒸氣所阻了。」 說時:「乃姑之道義靜等五人也不放心,早秋後暗用全聲之法, 略說以前經過,井中寒氣一收,上下通明,下面七人言語行動, 而正傳可聞見,知道義同所說陷空老祖用義,果是在此,此關度過, 底下雖非誓越破竹,迎人立解,必無過分險難之處,好生恩恆, 因少一人入室取藥,重有全聲賴姑,到時見景生情,如實為難, 可令英勤正謀尼珠光之力代鎮主委,自己在上面聘霧點險, 本身迎守一元中宮主委,將元神頓出,飛降下鎮去,代英勤鎮守北方水宮, 仍由乃姑村震而下,去往丹室取藥藥,此賊只要三人動作靈敏, 彼此呼應神速,得心應守,必能成功無疑,乃姑需各少未行險,大外無他法,也以為言, 二人正在全聲吻答,地上如雲如水的元英精氣已然推進, 眾人見拿冰層所結地面,通體堅口雲城,並無一絲奉的,大團雲水一般的元禪精氣, 分向四篇退下,到了拉近井壁之外,堆植不動,漸漸減消,自然無積,退完, 兵面仍是完好,屍修防身補光,以和來此非行時氣候相近, 紙墨上面枉亂,知市兵曾仍在之故,石生芳問,門戶何載,也未見而同行法思維, 忽然地面上冰層自然滿散,發作雲煙波動,遠如潮湧,眼看腳底由實而去, 全地面變作一片雲海,眾人光把頓光衝起,飛身雲上,靜待雲開下降,寒光, 遠如潮湧而同佛向眾人舉手作別道,諸偉道友,好智慧之,笑時戰門聲上,可悠悠門穿進,要出了門, 我二人再略施小忌,門便引渠,寒氣全收,連四圍的元陰神腦也並指著, 由此下降,直達下層震地,此層與上層震地不同,五方震衛全是虛的, 中宮一元陣衛正對丹室入口,請諸偉道友施展法曆,上機行事, 我二人要往襄華宮中覆命,且等將來迎逼先虎再作良悟,此時說不奉陪了,眾人方要答華, 兒童說完,把手一揮,面前忽又深刻如漆,也只信息之間,重又上下通明, 此時腳底雲煙盡去,不留一絲痕跡,再看兒童,已然不見,因是躁感躁明,便滅之疾, 事出不疑,連乃觀那麼高法力,都未看出那麼廣大深厚的一片雪塵,連同兒童是怎麼忍許, 指金蟬一人神木異常,略看出兒童首舉處,全井立比先前雲黑,暗影中此見兒童也發作兩股白氣,與雲雙合,同時微微角度寒風勢然,由身側往下飄墮,緊跟著全井上下重風, 反光明,連人大雲驅無了蹤影,眾人想到異同景如此神通,方在下意,低頭往下一看,下面震途已然現出, 相測當地若有百丈高下,一片五六丈方圓的雲水,畜擁著一座外觀圓形,內力六斤合泡大柱, 似庭非庭非庭之密,由腳底緩緩升起,眾人聯盟後退,那庭外面銀光萬度,遙眼生花,內有清白意氣環繞六柱之間,一根主柱居中,五柱環繞於外,庭外布滿光氣, 仍此實體,一清一白,以主柱為界,各不相運,每邊各有一個圓洞,主柱之上言出箭門兩個諸書古船,眾人以悟出陰兒於陽碧箭的語意,便照耳同所說戒備著, 又由方圓洞門中緩緩緩飛進,那門看去燕光並不深厚, 至多不過像許,等一進門,各著愛呂寒光閃閃,冷如寒冰,萬各身上一聯,人便飛出,計算情圖, 小說也有四五十像,在一看那反面門戶,和正面插不許多, 指示清白意識燕光左右互換,等妖飛進去,和右門快走完時情景一樣,充滿陽和之氣,快蓋完時,身上忽有一冷,眼前一花, 煙光盡陰陰,那箭門忽然忍去不見,指人在空中圓著,眾人連乃故驅不知主人奏著當地獨有的天時地利, 加上法術運用,才有此種神妙設施。 漢光,袁玉兒和乃丙不極萬年冰雪之精而生, 不過借用了兩個有根骨的形體,單井乃不極地俗中書,陰陽二元真氣交戰雙生之地, 一切多是天造地徹,再加法力運用,便生出無上威力。 初次見到,區閣主人法術神奇,不可思議,所以行事異常謹慎, 終於成功而去,及至日後,少和商五斬金匯、銀匯,二次來到萬年俗團,被陷雙華公義陣之內, 如非神陀河月幽幽幽幽閣內相援,幾遭不測,便因陷空倒一切切施。 多像天時地利,心知底細,輕是敵人之故,患是眾人小心翼翼,佔了便宜。 這且不提,眾人見戰門引去,料已無事,只等破懸下陣,便可心若單失取藥,一罪之功,成敗關頭。 再此一舉,又以寒氣全燒,比起上面反更軟和,各自鼓起勇氣,振作精神,按照預計,將應用法寶取出,準備停當。 吹定下面五行五宮陣位分散開來,各人站定一方,一聲號令,同時往下飛降。 這時下面鎮圖,欣賞鎮一開,以全發動,與前大不相同,全鎮四十九個陰陽圈點逝射精光。 五宮正偉上角勇起一個不同的光柱,全鎮都視五色燕光,明滅變幻,勢如潮勇, 幽說最下層的單失要地觀察不出,連金蟬尊能透視魂霧的神木,也看不到億寸地面。 情勢嚴重以傑,乃孤一人居眾,率靈金、石、英琴、雅童等四人,把頓光駕平。 使五陽高下如一,緩緩下降,降到來那五宮正偉的五色光柱若有十像, 各出光炎有了上騰之勢,又是一聲號令,各自運用員工,施展法力,放出防身補光, 不先不後,一同往光柱上猛額下去,那青、紅、黃、白、黑五根光柱,立即轟的一聲, 同時光炎步將,往上騰起,世質非常,像著五人未入到宮以前便有長文計算, 再經過上層陣頭一番經歷,上層主體五宮主委又被異證等五人制住, 下陣減去不少威力,所有陣中一切變化生黑微妙之處驅以動式無遺, 所差指示法力強弱之分,雖不能善勢如破竹,舉重若輕,空中已有成算,應付方法,下手步驟, 區安排好了,只不過覺著主人法力太高,唯恐稍有疏忽,變身不測,已誤全局罷了, 冷行光柱發生妙用,原在意中,全陣書機,如不上來便先制住,便要生出無窮變化, 雖然知道破法,到底廢時,只要有些微不利,立即憤事,故驅以全力思維, 乃故對付中宮一元主委,其關係更為重要,一見中柱光艷紅紅玉星,一面法令, 急吹鈍光加急下降,一面早保護身佛光而向腳底,化作一輪長輝,電壓似疾往後押去, 中央黃色光柱光柱光,中央黃色光柱光往上疾聲,比原來高起筆到兩象,便是佛光緊緊皂定,不能長大, 奈 encouraged對付雖然 success,放逼含過千秋 Tigers 無疑有意思。 乃古見全陣最主要的一圓要書所在之地以吃製著, 一憑五人不論如何,以無失陷之餘, 心情為之一歡,欣俠陣受賞陣反應,以全法動武功制壓, 法力最好均勻,無所偏重,將中央光柱押制覆了原位,便不再往後押。 一看同行四人,英勤士往北方水公降落,隨中央無討視全陣命脈外, 水公居北,獨得地利,先後天君有助益,便是主人報徹此震時, 也以此公為重,後天五行變化,亦由此而生,其力最大, 欣俠陣如換壁人,還真不宜制壓,偏巧被英勤無心中擔成了去, 論起英勤本身法力恭候,雖比奶菇要差得多,但那粒謀尼珠卻正是貴水的黑性, 英勤下時,又以自身法寶需多,非劍更是仙虎其真, 無如十有八九多是金質,震下便是原池精氣所碎之地, 恐被吸去,不但不敢妄用,為防萬一,隨止應先見神物通靈, 與身相合,自信無外,凡是金質之寶,一齊收入妙一真人所賜法寶囊內, 謹密封藏,以防失落,所用以防身破法的, 只此一粒寶珠,心相,此珠混用,全贈本身原靈智慧, 心神靈靜空靈,威力越大,自己所負使命, 只是隨同眾人,分別鎮制五功靈毀,鎮中既無敵人交鋒鬥法, 又不要自己心下丹失取藥,反正無需動作, 如用父親所切禪功,以靈制動,必然省力得多, 心中想好主義,也未向眾人說,便把寶珠放出, 並脈運原弓,盤坐其上,由哪一團長光託著, 緩緩下降,這謀尼珠神妙無窮,不可思議, 皆以英勤運用員工,立即人與珠合為一,快萬無不如意, 英勤知道五人最好同時下去,不要快萬不一,心念一動,珠光立即加快下降, 合羽乃乃乃乃乃久等一般高低,最後 英勤落到水宮位上,奶乃乃乃乃乃乃土宮位上, 本來也和英勤一樣,恐用五金之寶為原詞真氣所祭, 只想用靈嬌三仙所賜玉虎防身鎮壓。 快下降時,虎視目攻方位上,見那更清晰光柱光艷形形, 脆潤欲流,與前在碧雲堂所見的方英, 完後運用呼足老人所祭先鎮中的月目神光一般鮮明。 滿足靈機,陷喘,原詞真氣心藏丹失以下, 地廢之內,離此何止千像,自己所用靈嬌,天笑三劍, 驅時本門真傳與身相合的仙虎其真, 怎會被他吸去,此陣有陰陽兩兒,發生出先後天五行妙容, 石生所祭金宮鎮位上,未跟銀柱光艷一樣強盛,可知此氣無外,至少也時邊長莫及, 天笑劍乃七秀劍中第一口,古先人採取西方金晶百年之寶, 現成的已金黑木,為何不容?念頭一轉,將天笑劍取出, 事一運用,廣無師豪景笑,心中悅定,正好乃姑先後法令,便見寶齊師,隨同飛降,說也真巧, 這五行神就各有各的妙容,中央土工一元主委, 事赫乃姑師展全副法力制住,水公神柱,又遇見一粒茂尼珠黑星, 不等生出變化,已受了制,目公本為,吃金蟬見景生情, 無心中放出一件大白金晶之寶,又是一個本命黑星,那清色光柱, 因今時押同下降時心裏仍在尋思真金黑木的妙容, 本心又是用以防備萬一,不想破壞,劍光須以放出, 旨在上面,並未始與月木相逐,當時時機神速, 旨用心生貪念,少一疏神,降得便落後了些,可視下如四人軍以國際一功, 同時伏了完毀,光柱高下略有參差,五行失毀,立即生出強烈變化, 今時押正降之間,撇見乃姑等四人以國押著各宮光柱, 復了完毀,自己還差兩三象高不曾復原,不禁慚愧,想要加急下降, 就此轉念信息之間,猛角腳底月木神光突尊強盛, 力大非常,竟有往上衝起之勢,簡直押制不下, 還不知是因自己降得手援,愈目失毀所生反應,指而自己發力不濟, 指而自己發力不濟,發寶不如眾人之故,望運元工,指定補光,強壓下降, 那枝月木神光越發強烈,金、水、火、土四公鎮位 上雷明豐厚之聲有一座威,聲勢更是驚人,心中一急,微容轉念, 下面已視雲光浩蕩,佈滿全陣,月木光處略一停頓, 改光為星,逆行向上,與行法人相恥不下,緊跟著轟的一聲, 那些五色雲光一齊飛騰,冒陶電射,向金蟬湧來,當時情勢又險又快, 連轉念的功夫都沒有,眼看全陣君要生出變化,總算數中有舊, 就在下面雲光上激之際,今時不見月木神光壓制不住, 反倒往上逆行,一時手忙腳亂,那天笑見光源由左手指定, 情急無計,隨手往下一指,本心是見月木神光者等神奇, 並不敢斷定此光能誰初二,幻想靈取法寶,那知這時月木威力剛剛開始發動, 此劍發得正時時後,稍遲一回,月木妙容發揮,其餘四宮也被牽動, 月木一得南方炳火之座,再有十口飛劍也難制服了, 那天笑見乃仙虎其真,神物通靈,又具克制之妙, 先是金錢指定,在上方有力難絲,一經放下, 立法一道金紅向月木光柱環繞上去,才圍了一圈, 目光威勢勢立減,下面雲光本正堂起,雙夾金錢不過像許, 月木勢子一須,便止停住,緩緩往下沉去, 金錢看出形勢危急,又急又愧,一面指揮飛劍,心形不放,等把囊中法寶取出, 那月木光柱已經修逝,再見光混淆,欲苦補光鎮壓之下安然下降, 知是自己先前疏忽落後所致,趕緊運用員工法力,揭制木光,速復完毀, 滿陣雲光也都推伏了緣,心裁放定, 借環是土、水、金、火四公被賴菇、英勤、石山、 雅同借人光復了緣位,一見變身倉促, 國以全力強行壓制,指示屈怒莫酸,發出雷鳴豐厚之聲, 不能蓄傷呼應,而月木妙用尚未發揮十之一二, 事情起止均速,未等牽動全局,便歸寧式,如若金蟬稍稍差一步, 事前在末把天紹劍放出,一宮失毀,喜了易嬰,逐漸傷生,不消片時,五行一齊發動, 成敗就不可知了,石山制的是西方金蟬,雅同制的是南方火蟬, 石山用哪三角金牌,以金制金,巧合先後天妙用, 而雅同的佛光又是火的對頭,因此,驅都安然無事, 只因金蟬疏疏,生出變故,所分手的震慰受了感應, 一齊震動,同受了一場虛驚而矣,乃古建五陣神處已復原,十九不自在有變故, 指示震途順序變快而後,上下十人各腰鎮首原位,分出一人下到井底震室之內取鬧萬年續團, 卻是一個難題,想了想,只得古照色才義正所說,且把陣頭引動,等到變快完畢,現出單井, 再作計較,隨即告知今,石豬人緊守原位,一任生出甚麽變化,不去理他,到了入井取藥之時,看出何人能代自己守者主位,再行告劑, 由令英勤加以運用,看準飛越南宮之間的村道和通行之法,先作一個準備,以免萬一誤解禁制,入了埋伏,轉生波折, 乃故原因到鳥下面看出北方水公重要,英勤不能離開,須照義正之言丁足,並未定准英勤代替自己,可視逼人功力須比英勤較深,所用法寶如若以之助陣,還不如他, 一面施展發力,發出月目神淚,和上陣一樣,故意將陣勢引動, 這上下兩陣一正一反,下面陣勢一被引動,上陣受了反應,也同時生出許多廟用, 先前中間隔有戰門和極口冰層,不能看到下面陣勢,只聽風雷交明之聲心裂, 這時仰官虎視,全能看見,才知這一發動,不得下陣有無邊妙用,便上陣也平添出若干威力, 雖然宮中機密已然參透,不自失陷,但威力如此強大,呼應如此緊密, 卻出意外,照此情形,上下十人正好把兩陣遮住,同退即可,若獨自抽身, 五行有益失如,立生巨變,並且那單失正在土工之上,單井最深之處被原始真氣托住,浮沉不定, 與下陣又有聯繫,適適相通,也須格外小心,簡直任誰也無法分身, 誰菇學異正與二人之心,心正受急,哪陣世易吃法術引動,雙次轉變,先前上陣 Federal Mind Barry,聽那 faithcze seチャーパ55雷交震于想身, 法治於外,只把五行政委鎮住,便可無事,下鎮卻大不同,五行順生。 法治各官政委之上,卻由宮外生出逆應,每隻本宮委以上發出威力, 那五斤光柱邊石出萬道精光,五公政委以外的五色雲光, 也各抗五行生黑,現出無數金刀、巨木、烈火、洪水、黃塵、山崩陶湧,衝壓上來, 一陰一陽,互相交戰,魂光魔蕩,激勇如潮,殿斥亭斌,萬類路鎮,令人牧原神耀, 聲勢之猛力,比起上陣環性十倍,好幾次,看去都似要反客為主, 所守陣毅眼看要被外五行壓倒,鎮守五公正毅的人也將連大受害,形勢險極, 這時無論何人,只要伸手抵禦,立被侵入,精反五行陰陽加回,合而為一,生出無上威力, 再想破陣,非但艱難,一個不巧,還將單井底下的原詞真氣引動, 這地極魂望完精之氣,就非而靜等十人所能制服,終能脫身出險,也前功盡氣,取若也無望了, 幸而有異人驅使生命鎮發,有得主人是先竊機,先將全途變化, 直著兩策然直現出,益法仿然大悟,深色似鎮一陰陽,至為宵長, 一齊變化均由陷藏無形的原詞工委以上發出,下陣眾心指示土工政委, 與上陣不同,須等四十九個變化相繼變過, 原了一周,原此工委只行現出,迎合大顯之數,全陣便即靜止不動,不復為害, 只看到時能否分人下去變了,上下十人,各自陣涉心神,搜定本宮,一任陣勢生黑變化, 全不搖動,形勢雖然奸險,並未生時,眼看四十九次變化漿圓,到了末次, 五宮四外突生出四十幾斤光柱,速立陣中,被宮委上光柱略少, 各射出清白意識其光,照耀全陣,而正在想陣府視下方陣途變化, 這許多清白光柱一言,猛角出眾人光柱都是圓形,各官方向文革區不差分毫, 唯獨那姑所振制的中央土工作大半圓形,為之也略偏前數尺,所立之處並不居眾, 正對自己腳底,印章宮光柱獨大,光華又強,陣頭頗廣,清白光柱未現之前, 全陣,全陣雲光浩蕩,相去數百象,不曾發覺,這時光柱一多兩儀,四象,八卦,九宮戒力整齊, 又以陣途變化,單失入口不曾現出,心中奇怪,再留意一觀察,才看出來, 各那中宮光柱分明揭著小半面,非寶城正元不能居眾,情之有意, 亡即全星告濟,乃姑文星,細一觀察,那光柱此時若有一仗操勢,果有一面缺著一個月牙形不曾補完, 懷疑與夏鎮丹室的入口有關,那清白光柱出現也只半盞茶時, 本來分裂魂光之中,急轉如飛,轉了一陣,忽然一陣移動,順著五觀前度,穿梭也似飆鄰殿如,往復飛遲, 最后越轉越急,忽然一陣,仆潮中宮王柱急撞上來, 正芒強烈,要目難爭,又夾著風雷轟龍之聲,聲勢之險惡, 真無論比,連乃故須是法力高強,心有成竹,也被嚇了一跳, 初二和先前五行至雙身黑便滅一樣,兩下你一接即退, 沒想到這次竟是真果劑狀上來,就出意料,連轉念的功夫都沒有。 金、石等四人見狀大驚,以為變出非常,吉凶莫測,但這一陣之威,以善難當, 誰知清白光柱未葬以前,聲勢者等馬鱷,這一葬上去, 反似水與膠蓉,草無聲色,再定精一看,當中光柱光華連連明滅, 閃變了幾次,變成了一個兩張大小的太極圓形,半青半黃,中間彎彎曲曲蓋著一條白線, 才知原始公偉乃是一個太極,好生驚而不敵,乃古見數十斤光柱一齊壓到, 那是何等力量,自己鎮壓其上,隻眼底一花,並無別的感覺, 跟著現出一個太極圓形,精光流走,左右迴旋,每邊各有一個三呎大小的圓眼也是一青一黃, 正反而息,隨著青黃而光迴旋明滅不矣,清白光柱與土工光柱一合,自然加大了些, 先前那小半邊的月牙營也變圓門,恰好為居正宗,一絲也不偏矣, 知道丹失就在這中央原始公偉光柱之下,太極圖中兩邊圓眼,便是入口, 無奈者是全公魂光集搭,便幻無端,那五斤光柱下揮奪目,誓越強烈,五人鎮壓其上,毫無變動, 看去彷彿彿平靜莊嚴,速立雲浪光柱之中,毫無意中, 稍微疏神,立法出無限威力,往上騰起,同時睜眶如雨,四下飛蛇, 跟著風雷帶著,一功失制,其餘四功相繼響應,所迫光柱各自上騰,五人亡各運用員工發佈極力鎮壓時, 這五行光柱消掌迎去,色色相關,這一功光柱剛強烈力鎮壓下去, 那一功的光柱又伏永上,等靶後起這一功強用法佈之力鎮壓下, 先鎮壓下的那一功又生出反應,往上高起,上行五人功後雖各不同,所用法佈軍具極大威力, 而那五行光柱雖然互相生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其應如響,但是非有一功解決, 不可覆制,此能發出那全般妙用,眾人防悲甚嚴,某一疏忽,當時警覺, 立以全力鎮壓,未等到部場分裂的境地便自制住, 而水公最妖之地,又在英勤鎮制之下,正照乃父李寧所傳禪宮,在上打坐入定,下如四公,儘管變發震動, 水公黑處在珠光鎮壓龍罩之下,始終如一,無力反應, 這要減去大半威力,只不過金、木、火、土四處互為低昂,使四人飽受虛驚,廢了許多氣力, 中型無事,此事起因緣出在木宮位上,隨英勤所守水公外,金、火、土三公全壽波及,中央土公又是原始宮位,力更強大,連乃姑也幾乎鎮壓不下, 後來乃姑見這四斤光柱此燒鼻掌,老是高下參差,不能復原,漸漸醒悟, 以靜又在上陣全星指點,才足金、石、雅同三人制壓之時不可太猛,等長喜時,一半隨勢上升, 指不令其過高,到了上長之勢較衰,再緩緩往校押去,那受反應的三斤光柱, 勢必相繼呼應上長,各人相準四處高下差不許多,然後各師全力, 比準平道,一同沉緩往校押,說起來須易,行事卻難,那四斤光柱此降鼻聲,不宜均平,稍微失黨, 又須再來,當初生變故時,各人心臣慌亂,只顧自己,以致月壓制, 反應之力越強,幾乎不可覆制,這一來,總算得了機書,不再此前衝碎,幾次過去, 佔佔高下相差無幾,抗力也減退了些,但仍廢了不少心力,好容易才調整平衡,緩緩壓覆了原位, 此此情形,如何能再婚人下入單室,英勤更是關係最重,不能離開, 此下陣自從原始功位一言,比較寧靜,只要不疏神失守,便不再生變化, 此下,想陣自從正與相反,鎮世重又變化轉動,交前由性,更是難於分身, 此下,想陣自從無計可思,而正焦急之下,正想因,而帝興四人各象防身法寶加緊戒備, 首定功位,自己平凡其險,在陣位上入定,把師傳七保傳師出來護著原身, 以作鎮壓中功一元正位之用,同時運用原神飛出,直下丹實,取了靈藥,便知飛上, 好歹也應了先是和主人所說的大話,免得功規一想,為人所笑,主義打定,正代傳聲法令, 忽見一臟七八尺信下的銀光,內裡果著一道清光,一條人影, 殿入此則由西南方金,火爾功相對的殺門位上飛進陣內,以為是主人知道自己為難, 殿入此則由西南方金,突明門人來此相助,於是暫色前念,欲等來人相見, 文明之後,再作計較,自見那清白光華進陣而後,並不向自己飛來, 竟順著五行九官腔道門陣擾行飛池,其質如殿,不消半盞茶時, 全陣已被擾了十之七八,五公正位已穿行了四方,好似深色陣發微妙,遠如輕車熟路,行若無視之狀, 方而此陣已然發動,所以來人必須走完全陣,此達中宮一元正位相見,深正尋思, 仿眼那藏清白光華已將全陣五行公偉妖元,到了自己所守的中宮一元正位之下, 因光華強烈,內外輝映,正望殿射,非行神速,急切間看不清切來人相貌, 自覺所料不差,正待發出招呼,哪清白光華忽似流星飛墮,即往下陣原始宮位上射去,光中人影一閃, 彷彷彿和乃乃乎乍,雖然而故滑,因上下雙格數百丈,有出不異,未曾四心低聽, 未曾四心低聽,也未聽出說的什麼話, 同時那仗清白光華正向太極逃左邊清光源眼之中頭去,一閃不見,欲之後是如何,且看哈文分解。